中国人云非酒气无以饮酒 饮酒之气大小有度 中国历来讲究美食美气饮酒之时 更是讲究酒气的精美与事宜 而这些酒气标志着我国的酒文化和工艺水平 凝聚着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 表现出他们非凡的创造力 我国酒气之多种类之凡 造型和装饰之美都居世界之首 近日扬州举办的民间酒气文化交流会 来自全国各地500多名酒瓶收藏爱好者 带来的与万件酒气藏品 相互探讨交流 展出的酒气琳琅满目 材质有青花瓷 彩绘瓷 青瓷 紫砂 玻璃等 酒瓶的造型更是千姿百态 有人物 动物 等各种造型 让人目不暇接 而且具有一定的文化品味和收藏价值 吸引了众多收藏者参观和把玩 爱不释手 此次展示酒气大多成套 十二金钗 四大美人 精细脸谱 等人物造型 都被雕塑成艺术酒瓶 来参观的民众表示 各类酒瓶的设计 给他们带来一种美的享受 尤其是酒瓶上的吉祥文化 比如以福 瓺 寿 洗 财 集 为核心内容的酒瓶 传统而现实 丰富 而直观 扬州市收藏协会副秘书长陈小友说 这次中外酒气交流会展品丰富 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工艺完美结合 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 不仅能让全国各地的藏友们了解博大精深的酒气文化 而且有助于藏品在交流中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应卡罗莱纳中国友好交流协会邀请 南京作为中国艺术节板块的承办城市 参加为期三天的第39届美国罗利艺术节 即第三届罗利中国艺术节 这也是世界知名城市南京州组委会 即去年纽约战之后第二次在美国讲述南京故事 艺术节期间南京把情怀花灯杂志 脸谱绘制等特色传统手工艺带到了罗利 同时举办了金红一瞥南京罗利城市 印象展和风采南京文艺演出 为观众奉上了大美南京的视觉盛宴 主题为纸尖飞移创成的南京手工艺互动秀 在罗利市的城市广场上举行 国家级飞移传承人顾叶亮展示了情怀花灯的制作 一盏盏精致玲珑粉嫩绚丽的情怀花灯 经过了染纸剪裁扎花瓣 裱壶做骨架安装等工序 完成了从纸到灯的叠变 吸引了大批观众的围观 同样引得了众人责责称赞的 还有国家高级工艺美术师 颜蕾展示的脸谱绘制 颜蕾表示 虽然美国也有传统的化妆艺术 但中国的戏曲脸谱 有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 颜色造型都代表了人物的性格特点 希望这次来能让美国的朋友 通过戏曲脸谱了解更多的中国文化和美学 王昌林自邵博 大约生于午后胜利元年 在唐宿宗至德二年去世 关于王昌林的籍贯 有江宁长安两种说法 根据旧唐书的本传记载 王昌林为经诏人 也就是唐代时的西京长安 今天的陕西省西安市 有这样的说法 大概是因为他在自己写的 《别离谱之经》一时中 写了一句 《雇员经在霸灵溪》 可是唐代的时候 洛阳长安为当时的文化中心 大部分的文学活动都在洛阳长安进行 所以来自山西的诗人会去洛阳长安游历 有的甚至会迁到京城居住 多年后才返回故乡 所以不能因为诗人曾经居住在京城 便证明他们是京城人 而另一个说法 说王昌林是太原人 这样的说法 在唐人鹰潘所编著的唐人诗集 《何秋英灵集》里可以找到 书里就记载着 王昌林为太原人 另外《唐才子传》也认为王昌林为太原人 王昌林早年家境比较贫苦 家里以农物为生 不过贫寒的家境仍然无减他好学的心 但有相当才华的王昌林 直到年静不惑之年才考到了晋士 大概40岁左右才展开了他的仕途生涯 他曾任江宁城河龙标县为位以及秘书沈教书郎 因此又有人称呼王昌林为王江宁 王龙标等 开元28年 王昌林到了北方襄阳游历 访问了著名诗人孟昊然 孟昊然当时患上了重病 但本来也快痊愈了 孟昊然与王昌林相见后非常高兴 二人准备了美食以贺二人的友谊 其料孟昊然由于吃了些许海鲜而旧病复发 竟然就这样一命呜呼了 王昌林就这样失去了一个好朋友 大约在这个时期 王昌林又结识了大诗人李白 王昌林很珍惜这个好朋友 于是就写下了巴林送礼十二 还有闻王昌林左谦龙标摇游刺记 以诗歌纪念友谊 王昌林能够遇上孟昊然 李白这样的当时第一流的诗人 对他来说当然是人生的一大乐事 也让王昌林非常真而重之 可惜与孟昊然这一次的见面 竟然就成了永绝 跟李白的相见 却是在李白的贬图之上 当时李白正流放夜郎 这样的状态令大家也不得痛快 后来更安始之乱 时局极为混乱 王昌林离开了龙标回乡 在路过江南时 当地刺史 吕秋 小鹰 嫉妒王昌林的才能 就把王昌林杀了 王昌林现存的作品 有一百八十多首 他的诗作以七绝建长 因此就有七绝圣首之称 他的诗主要分两种题材 一类是描写编寒生活的 另一类是描写妇女生活的 也就是所谓的公愿诗和愿归诗 其中编赛诗气势雄浑 格调高昂 充满了积极向上的精神 他也有诗家王子王昌林的美称 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人物 火药和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并称 是我国的古代科技的四大发明 火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 然而历史的发展证明 火药并不是单单一个发明家的产物 而是结合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 医药家、炼丹家 几个阶层在不同方面需求反复试验才配置 加上巧合而成的 中国最早的火药 是从炼丹的过程中被发掘出来的 古代有好几位统治者梦想着长生不老 有炼丹家就用销石、硫磺等药料炼制了长生药 后来唐代炼丹家在炼丹前常用明火烘焙的方法 制服某些药物的有害性 也包括制服、消流碳和炼石产生的燃爆性 这种方法被称为俯火反法 炼丹家在公元808年发明了火药后 并未扩大火药的使用范围 但北宋朝廷却于1023年 在开封设置了火药作坊 制造了火药 并在1044年刊行的兵书《五经总药》中正式刊载了火求火药方 毒药烟求火药方等世界上最早的两个火药配方 然而随着炼丹家与浮火试验的不断深入和扩大 消流碳三者和炼亦燃亦爆的性质 逐渐被有识之士所利用 其中最主要的是烟火降师 用以制造烟花爆竹 军事技术家 以此制造火器 与炼丹家的小心翼不同 宋代的一些手艺人 在开封设立烟花作坊 制造各色各样的暴涨剂暴竹等各种烟火成品 与喜庆日子使使用 增添气氛 当时在开封城内 尤其是在皇宫中 美临春节或元宵节 便通宵释放爆竹烟火 成为了一种普遍例行的欢庆方式 并一直流传至今 后来火药更被军事家用到了战争中 成为了最早的燃烧性火器 其中就有火药剑 火药剑是一种用弓弩发射的 带火药的火箭 宋代军事技术家创造了各种初级火器 很快被统兵将领用于作战中 改变了数千年来单纯使用冷兵器的作战方式 1163年 南宋抗金名将魏胜创造了 由数十辆火器战车组成的车阵 指挥士兵从车上向京军释放了各种火器的战术 取得了抗金作战的多次胜利 经过了北宋军队的使用和改进 火药剑等火器的发展为南宋时期的爆炸性火器 铁火炮以及用纸或竹制成枪管的管型火器火枪 火枪的初期用竹和纸做枪管 内装火药与铁销弹丸 由多人或单人操射 管型喷射火器 由南宋成规创制的长竹干火枪 经军使用的非火枪 以及南宋后期创制的突火枪 后来便成为了各种金属枪炮 13世纪蒙古学习的火药与火器的技术 并将其传至了欧洲各国 这次自东向西的大流传 引发了阿拉伯人与欧洲人 对中国火药与火器技术的学习 而阿拉伯人的马达法与欧洲人的手持枪 更是在这种情况下仿制而成 好了 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 下一集继续由我为您主持国学时报 再见